凭什么你让我们退房,不给我们住房? 这个要接受地方的那个检疫 检疫可以,我们现在可以检疫 我们现在没有回过湖北 这个地方就是和我们湖北交给的 正式交给的婚洁线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无头睡这个卡扣上的还有十几分钟 这个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把这些都全部都哄掉 就因为我的车是一个额外的摆照 看一下,他们现在派上所有的人来封堵我们,围堵我们 已经开着蓬录了,已经开着蓬录了 不准点蹄啊,不管啥行李,在我赖楼可以把零路留下,日改逗逗 之前说咱们酒店不接受武汉人啊 不是我们酒店不接受武汉人 这里,这基本上酒店都不敢开啊 那什么时候开业啊? 这个待机,还不晓得 湖北人可以登记入住吗? 可以的,你拿下生存证 然后这边有那个测量体温的 体温度超过37度都可以 哦,如果要超过呢? 超过的话,这边要登记一下 登记一下,也是可以入住的? 也是可以的 我们入住的话,您先要到最新的一个街道去登记 然后给您量体温,如果是合格的话 才能让他去做订阅在这边 那如果是,万一有发热什么的怎么办? 发热的肯定就要去医院啊 9公元 2公元 2公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